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长很长的共修 那一部分是他会在这个厅的时候 会突然有一个很深的理解 对一切突然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或一个很深的宁静 那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给过他的 那当然就说在这宁静 在这很深的领悟之后 他还是要回来面对这个世界 而许多朋友在这个反复来回的过程 他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害怕或是排斥 那关于这一点 博士能不能再为大家多说一些 谢谢 你问的这个问题代表大家非常重要 今天刚好碰到我们的农历的新年 选他来做分享 他的重要性 也就是我们一路走到这里 陆续续要再做练习 头脑不断地打开 心往心的投入 往心内的投入 这个问题才比较有意义 对不对 假的这些问题 我们前几年问的话 拿出来分享 可能我这样 可能我做我的回答 我做我的分享 其实大家听的感受体会 可能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这里啊 其实有许多朋友 已经陆陆续续对我们 这里所讲的 为师 为师的观念 为师种种的观念 弥陆佛基督的大智慧法门 妙圣之 所带来的种种的观念 已经非常 已经可以说入门 心中已经有 好像有点摸到边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 大家听我现在讲的 都有相同的这种体会 不光是在国内 没有在亚洲 甚至在国外 我有机会出差 跟西方人 做分享 像今天也是一样 刚好出差 我碰到一些西方的朋友 这人很热闹 他们有音乐 在弹 等了 也希望就是 我这样 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不管 就是他们的 个人的技术的背景 是什么 有些是做生意 有些是做医学 等了一些就是 在种种不同的角落 在服务 就是都一样的 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那他们也一样的 有时候我就像 这个礼拜六 留花 有时候跟大家做分享 我可以体会到 就是大家一种 路定 一种很深的路定 很深的沉默 会浮出来 甚至有时候 你也听我讲过 根本也不用 语言去表达 有时候就是大家互相 互相用这个 英文叫gazing gazing 就是互相用眼神 眼睛来对话 来讲话 也就是沉默 不讲话 那那个作用大 说到这种 可以说这种 领悟 在这种领悟的当中 那可能这一次呢 过去种种的 这些障碍 都会让自己看清楚 看穿 看穿了 就可以说一个能量的流 或者领悟的流 流过去 那这里有时候 他会掉眼泪啊 大哭一场啊 甚至个人这一身的泪 可能都透过这样子 干脆把他流鼓 流得干干净净的 那有些朋友 可能会大笑一场 发现这一身 完全被 被那么彻底 被骗 大概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 我们这里 好多朋友 许多朋友 这几年 大家这样接触 从 共修啊 这样子 四年的共修 多个不同的为事 相关的题目 去年是在谈这个呼吸 清醒的呼吸 那你看那么多作品 28 29本书 这样子出来 是不是也是 也是一样的 就是已经到个地步 这个领悟可以说 理解的洞察 识别的能力 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多 一样的 甚至我们这样 可能还不需要进到 哪些内容 讲话的内容 一些用 一些用词 也好 转达一些什么用意 一些意义 根本 可能我们 现在就是心对心 可以这么说吗 就像前面讲说 我在国外 也说根本也不用话 不用语言 可能就是这样子 心对心 在对话 很单纯 有个互动 达到一个共争 一种共鸣 也就这样子 可能就 你也就入定了 可能就是领悟到非常非常深 那领悟到很深 之后 接下来 你的问题是问 还是要回到这个人间 好像本身 这点带来 带来矛盾 对不对 那回到这个人间 要面对烦恼的事情 比如说家庭 所带来的一些困难 一些困境 一些在工作 工作场合 工作的层面 工作到哪里 带给你一些考验 可能是不好过 或是给你带来种种的烦恼 会叫你认为 随时认为 前面好像进化非常透彻 我们常常讲空的容器 好像也在体会到 这样子心里越来越 越简化 越来越单纯 越来越纯化 接下来 回到这个世界人间 发现 好像又中间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或是一种 有种摩擦力 你看我们回到这个世界 在人间 这种紧张性 从经济 从政治 从各层面来看 是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安全感 都好像 嗯 认为 很悲哀 对不对 看着这个世界 本来应该好好过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愤怒 这种 不谅解 嗯 这种 可以说是 是用不好的地方 来看同一件事情 让大家 嗯 变成那么紧张 我们对于未来 看着非常悲哀 我相信好多年轻的朋友 也都一样的 不管哪里 都一样 所以这样子就造出这种 两极化 就对立啊 这样出来 你说到处都这样子 回到这个世界去 这样子 我们的新年 过去以后 平安了几天 休息了几天 放松了 放下了几天 但是接下来 很快就又面对 要面对这个世界 这本身好像 就是带给我们 种种的矛盾 让我感觉不适应 嗯 感觉跟这个世界 有一种隔离 一种隔阂 一个gap 因为很怎样 gap 好像中间有一个 有个空档 叫我们接不起来 接不上轨 好像少了什么 少了这个桥梁 随时中间 跟我们的领悟 两个不同的轨道 不同世界 没办法 没办法复合 没办法重叠 这是可人 我感受说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修行者 到某一个程度 他的这个 到某一个深度 透过他的个人的练习 投入等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子 会感觉好像 他的领悟 跟这个世界 所带来的考验 是两回事 两个轨道 没办法 没办法match 没办法符合 没办法在同一个轨道 好像可以生存 前面讲 大概百分之百 我说过去看的 都是这样子 那我这样最多只能这么说 这个经过 其实最多只是一个 一个过度的一个经过 过度的一个 一个时段 这不用担心 是从古人到今天 到现在都一样的 你看连佛陀 耶稣 每一个人走这条路 走到最后 在一个阶段 我们常常也可以把 称为就是 灵魂的黑暗 暗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好像一种 考验 在你某一个阶段 来带给你点考验 佛陀当时 在修行的过程 也是有这种经过 在好多佛经里面 也有提到吗 那这是难免的 因为我们呢 是站到一种 领悟的层面 领悟主要还是靠逻辑 首先这个法身 达玛卡亚 它是靠一个 一个人 用逻辑 用这个聪明 用这个理性 他是不是打开多少 头脑可以打开多少 可以领悟到多少 首先是靠 这种领悟 是理解的一个层面 那你看 整个不管哪一个系统 透过佛经 基督教 这个希腊的系统 到下 全部前面都是靠 这个一种 逻辑上的打开 一种领悟 我们一般讲领悟 其实在讲 逻辑上的领悟 首先是这样子 那这种领悟 其实好像我们 在哪里啊 钻了一个洞 这个洞钻得很深 但是它不够广 所以好像我们 进入了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境界 但这个境界 它没办法cover 没办法对人生呢 所面对许多 其他的现象 我们也许 站到这个理论的层面 稍微搞通了 或看通了 或是看了一眼 但是啊 对着人间所带来的 在这个情绪的层面 感受的层面 在其他的层面 我们没办法克服 因为我们的领悟不够广 也就这样子 就难适应 会碰到什么事情啊 其实我们 还是跟着反弹 甚至有时候反弹 还更严重 更大 对很多事情看不开 我们心里啊 有时候 还会看不起 看不起这个 眼前的某某人 或是哪些状况 感觉这个自己 还认为是受害者 倒霉 碰到这种问题 那我当然 我也碰到许多许多朋友 好像表面上都很 很头脑很清楚 你家讲佛经都会讲 家讲各式各样的这种 哲学的系统都会讲 那为事 可能他根本可以讲课 但是好像就过不了这关 碰到事情 还是会 不光是反弹 有时候看非常不理性 脾气来 根本就是你跟他去沟通 道理都非常有这个难度 那甚至有很多修行者 已经在做老师 过去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这种 有这种身份 但是碰到事情 他个人会做一个扭曲 会把扭曲到某一个层面 会有非常大的情绪化 这可能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嘛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 不断在学习 是因为在某一个层面 在领悟的层面 在理论的层面 可能我们都弄通了 但是在实际上 每天在硬做 在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别人 可能这是变成两回事 两个轨道 我相信这种考验 我们这里 既然越来越多朋友 在面对 当然你也可以讲 也就是因为这个领悟 没有完全透彻 它没有透彻到 超越每一个层面 比如说感受 灵性 我们肉体以外 不管是我们在讲 从内分泌 从生理的层面 心理的层面 思考的层面 每一个层面都已经贯通了 都已经把它这个透彻的领悟到 当然也可以说 缺少这一部分 缺少一个全部的领悟 全部的全面的顿悟 所以当然碰到问题 过不了这关 这是我相信 这是你我 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而且这就是我们 现在在这个阶段 应该好好去来谈 来看有什么方法 来针对这一点 我们这里可以帮忙 有什么提醒 对你在这个阶段 可以做参考 其实你看 我们讲到这里 可能又落了一个好大一圈 我指的是说 你看讲到最后 是不是还是靠行为 我们有行为 我们一般的 对别人的怎么回答 我们的身体 本身它有它的语言 body language 我们常常讲 身体本身它有语言 你心里是有慈悲 有仁慈 有对别人同情 对别人友善 忠厚不忠厚 一个人老不老实 是不是随时都在讲实话 还是随时都在讲谎话 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这个 什么叫中道 什么是道德 一个人做道德 他是面对真理 面对真实 面对现实 不可能会把他扭歪 然后来对别人有什么伤害 一个人大方不大方 一个人忠厚不忠厚 做到最后优雅不优雅 讲到最后 是不是还是全部是透过行为 可以看出来 那透过行为 它其实它已经 好像已经集中 好像把好多层面在压缩 从你理解的层面 感受的层面 你体会到有什么灵性的层面 全部压缩在一个身体上的表达 一个动作 身体上的语言 身体的这个动作 那就是行为 全部把好多这些层面 从各层面把压缩 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轨道 行为来表达 你的成就 其实用行为是最容易可以看出来的 你忠不忠厚 是不是是讲实话 每一句话讲实话 而且是帮别人想 不会去想伤害你周边的人 或是你一个组织 或是同事们 或是有些人还会伤害自己 你自己也不会去伤害啊 从你的行为 你已经把全部这些领悟压缩 在一个层面 给别人看 你自己也可以看出来 别人也可以看出来 这讲来讲去 还是透过行为啊 透过行为 一个人可以表达 你的最高的 最深的 最完整的领悟 所以你看 我们中间这gap 在讲中间 好像有一个落差 中间有一个 很需要一个桥梁 跟这个世界 你晓得是用什么来去 做这个整合 或是来垫这个桥梁 就是讲到最后是用行为 你有善的对这个世界 你有善的对别人 不管别人 用什么种反应 有时候不合理啊 你看多少是不讲理 不合理 明明是一件事情 他可能会推翻 做扭曲 做很多假的动作也好 或是怎样 这些不管嘛 我们还是守住自己 一个人有道德 只能讲实话 只可人讲实话 就继续这样做 一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圆满的 每一句话都有善 每一句话都相当有一个深度 又大方又风 风度 他还是继续这样做 别人有什么反应 对你好像无所谓吧 你看就通过行为 你把它垫 垫出来 这个桥梁 前面讲的桥梁 跟这个世界的一种 接轨一种桥梁 就是这样子哦 没有第二个方法 你用领悟来垫 试试看 你除非有这个本事 跟这个世界沟通啊 沟通不断的沟通 把你个人的一些看法 跟这个世界的不同的看法 做一个桥梁 那很累哦 非常累 也做不完的 对不对 而且也不是一般人 很多你说我们在讲 到这个妙圣词 一般人听 你会想去花时间 去在这方面多宣传 去多讲 我想也会很累 别人听的也是很累 反弹的机会非常大 反弹会认为你 好像你被什么造谜了 你走歪了 人生的这路走歪了 好像有什么宗教的味道 出来 你迷路了 走火入魔了 还是怎样 虽然明明你知道 这个世界是疯狂 是在这个世界 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知道这世界是点倒了 但是你试着去跟 这世界沟通 试试看 可能碰的钉子更大 那唯一的一个方法 你看这样子 用这种方法 我用这个角度 再重复 再重新再切入 在同一些重点 唯一的一个方法 跟这个世界 可以接轨 可以交接 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沟通 而且这沟通 是一个非常正确 完整的 有效的沟通 其实是靠你的行为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友善的人 可以帮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可以啊 就是把你的爱心 发出来 绝对 在任何状况下 你不会讲谎话 你不会想去害别人 你不会想去欺负别人 不会在高高在上骄傲 贪嗔痴 你不会 这是别人的事 你也不会 不需要去批评 去对别人 有什么判断 排斥 这是别人的事 对不对 你管不了那么多 你还记得 我说一个人 走到最后 是不是可以做的 完全就像一个小王子 或者一个小公主 这个世界 在一个小岛上 没有第二个人 你还是活出 当时佛陀讲的 波罗蜜 完美完整的行为 或是这个 在西方讲的 圣人的境界 好像跟你 眼前旁边 有没有人 完全没有关系 那一个人 这样子一路走下去 走下着 菩萨 其实已经随时在声明 最高的领悟 已经在声明 近来你为事都已经贯通了 你知道一切都离不开意识 一切都是从意识延伸出来的 而你再怎么去洞察 去观察这个眼前东西 你本身的用的工具 也都离不开意识 几面合一都是意识 只有意识 你已经贯通了 所以你的行为 也是离不开意识 每个动作 一样的离不开意识 竟然如此 你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可以延伸 都可以让你活出 你最高的意识的境界 你的心境 从每一个动作 进了一切都是 都是大妄想 一切都是 都跟意识没有分手过 那你透过每一个动作 最多也是在表达 你意识所累积的这境界 你意识所延伸的境界 其实没有几面合一 没有什么良样 而竟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随时 活出你最高的境界 也就这样子 你就在不断的声明 你本身跟意识 没有分手过 而透过这种表达 这种 这种行为 这种完美的行为 这种波罗蜜 其实你也在做 做什么 做提醒 随时都在做反省 都在提醒自己 在反省自己 有没有做到最高 你最好的 有没有活出 菩萨道 这种活出 或是没有活出 这菩萨道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个人的 一个决心 你个人的坚定心 带着你走下去 这是生命 带着你走下去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说 就是在一个小岛上 没有第二个人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有没有这种 坚定心 这种决心 这种信仰 一路这样子走下去 你表面上很孤独 在一个小岛 在这个人间 当然会孤独 少数在少数的人 会可能理解 我们现在讲什么 但是对你 还是无所谓 你还是勇敢得很 就像你把光一样的 把我还是走下去 所以我过去常常 听到朋友讲说 欢迎你回来 就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回到身边 回到哪个家庭 回到哪一个组织 哪一个哪里 回到过去 好像welcome back 我常讲no 是welcome forward 欢迎你 往前走 你竟然脚路通了 你不会点点滴滴 接下来 每一个瞬间 对你都是工具 都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 一个揭露点 你都可以 利用下个瞬间 未来的瞬间 当中一个揭露点 过去 过去了嘛 你过去可能没有做到 也可能反弹了 也可能 眼前有什么事情 心里面有什么 窝囊的事 有哪些人 你看不上眼 等都可能了 你面对事情 或是人 你可能有反弹 反弹也过去了嘛 是过去 你从下个瞬间 或者讲welcome forward 你从下个瞬间 可不可以 活出我们在讲的 这友善的中立心 就把每一件事情 眼前来的 人来到你的眼前 事情来到你的心中 你都可以 都可以做一个欢迎哦 做一个接待 做欢迎 做肯定 接下来再做感恩 做一个回转 明明的是外面一件事情 在处理 你的注意摆回到 摆回到 你内心 你真正的自己 做了一个回转 你发现 面对每一件事情 你都这么做 你不知不觉 你就沉浮了 你已经好像 不会再加一个头 事情来 你就处理啊 就是中立性嘛 而且不光是中立 你还有个 友善的中立性 你还记得上去 一个benevolent neutrality 不光把样样都看得是中立 你还把他自由善的 就欢迎哦 欢迎 肯定啊 感恩啊 这样的话 把这个世界 就是看得是非常非常不同 看成美的 本来样样都是不好 这世界有什么是好 对不对 从你的角度 这样子看 你做了一个脱胎晃骨的一个推翻 你眼前你的完全看的视角 你的典范已经变迁了 这是底底的变迁了 你看这世界已经完全有点是 是点倒的 那那那这样子 你一样一样 你发现你都可以 都可以消化 你都可以 都可以拥抱起来 你都可以把它 把它完全可以消化 让它消失 困难啊 你处理完了以后 它就消失了 消失自己了 你完全对这个宇宙 不断在肯定 在说 是啊 Yes 是一切都好啊 宇宙不会犯错 一样的意思 你已经在做你 最高的肯定 你最高的 这种真心 对宇宙 对这个世界 也就这样子 你试试看 就你其实 完全也不费力 本来就是 你的本来本质 就这样子 你说怎么可能费力 也没有什么选择 就这样子 你回到你自己 你没有选择 这是这些行为 肯定 肯定这个宇宙 不会犯错 一切都刚刚好 这种念头 这本来就是 你的本质 你没有再加一个头 那就用这种方法 你试试看 就不是不觉 把你真正自己 不光找回来了 你已经在活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前面在讲的 这个桥梁 其实已经 多一的 在谈这个题目 你已经老早 念过去了 你已经接轨了 跟这个事情 接轨了 透过这个行为 你再慢慢 把你的领悟 本来钻的一个小洞 把它打开 往旁边 这样子打开 越来越大 这样子把全部 好像这个世界 都化解到人里面 这样子 你的领悟 就不是理论 你完全可以 把它活出来了 我想这一点 这个礼拜 刚好碰到 这个心灵 你心灵 可以好好的休息 是否 你可以 让这些观念 沉淀 让它活出自己 你啊 看 可不可以验证出来 这里所讲的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完全 这些话 你不光可以听懂 其实也可以活出来了 希望你啊 这个礼拜 还是好好的 有机会可以休息 休息 跟大致人接触 所以跟大致人接触 但是最重要 就是 就是 掌握到下一个瞬间 那这样子就 welcome forward 欢迎你啊 回到下一个瞬间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宝贝